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13的绝对词也是一样 比较你这个符号算算一定是几?13 这也是一样 1.5绝对词诶 那就还是1.5 5分之3的绝对词诶 还是几?5分之3 那负的2.7的绝对词诶 还是几?2.7 这样行不行 换句话说 不管正的还是负的 取了绝对词词之后 它答应一定是什么数?正数 这样可不可以? 可以吧?好 你先把这边 先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再继续下去 好 我来看一下这怎么算?一样是一题一题看一下 请说你观察一下 这2-8绝对词怎么算 麻烦你先把这绝对词里面的答案算出来行不行? 告诉2-8-7-6 所以-6绝对词所以答案就是7 6 这样就好了 这也是一样 先算绝对词里面 8-5绝对词 3 所以说3的绝对词还是7 3 这样可以吗? 可以好 我们再来 这也是一样 7-2绝对词 5 取绝对词之后还是7 5 这样行不行? 减掉-9的绝对词还是7 9 对吧? 所以5-9所以答案就是7 4-4 这样可不可以? 可以好 这也是一样 3-5 4-7-2 取绝词之后一定要什么数?正数 所以说4-7 2 再加3 10-12 4-7-2 取绝词之后一定4-7 2 所以2加2加强答案就是4-7 4 这样可不可以? 到这边 先把这边整理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好 老师刚才教过绝词怎么算 我现在反过来问你一件事情 来 你看一下第一小题 这整个绝词等于3 老师想请问一下x怎么算 老师想请问一下 3的绝词是几?3 对吧? -3的绝词也是几?3 这样行不行? 所以说你观察一下 但ak绝词等于30 这个aks可以等于3 或者是几?-3 有没有看到? 所以说以后碰到这种题目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ak绝词等于3 这里面aks可以正的也可以负的 对吧? 行不行? 因为不管正的还是负的 算出来答案都是3 3嘛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但ak绝词等于30 这aks可以正的也可以负的 所以ak绝词等于7 3或47 -3 这样行不行? 好 再看第二小题也是一样 你观察清楚哦 他说这整个绝词等于5 这整个绝词等于5 可见这整个17 5或多少?-5 这样行不行? 所以说麻烦你把-3一块变7 加3 算出来ak47 8 -3一块四起 加3 -5 再加3 所以咱剩下7 -2 这样行不行? 所以说我们算出来ak47 8或4 -2 这样可不可以? 可以吧? 好 再看第三小题 他说ak-42的绝词等于0呢? 看清楚哦 这整个绝词等于0 可见这整个可能等于正0 或是-0 对不对? 那不管是正0还是-0 它们都是0嘛 总而言之 也就是ak-4等于0 那ak-4等于0 可见ak就是7 4 这样行不行? 可不可以? K号在第四小题 想要说我今天问你ak-10等于-3 那我问你ak是多少? 我一再强调 碰到绝词 算出来单一定什么号? 正号 有没有负号呢? 不可能 对吧? 所以说ak-10等于-3 告诉我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吗? 不可能 所以说基本上ak出的怎样? 无解 这样可不可以? K号到这边 麻烦你把身边把钱整理一下 那我们就要再继续下去